iPhone 5 无理计犯 粉丝失望极 英超未开齋 一部电影的礼物铺 前晚作客瑞士的年轻人 终于爆发了 虽然老大哥济拉特 和苏瓦雷斯都未有出征 只不过行关以年轻人斗年轻人有效 19岁小将韦斯顿 40分钟入球 上半场领先2比1 虽然年轻人下半场反超前3比2 但高亚迪斯67分钟追平 舒怀尔76分钟 还有88分钟连入两个 尼记作客以5比3大胜 亦是领对罗渣士上任最漂亮的胜像 尼记勾霸显霸气 但英超就要加把劲 新推出的iPhone 5 以前长了 但尼记今季四战得2分 排第17位 iPhone多长都没用 有粉丝阿新说失望 始终看不到尼记 不知会否激发起 利己的球员 巧克星日主战斗曼联的斗志 不知会否 最后有庞可观看不到尼记 至于下车就会在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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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